看房子哪件事情更重要 A 風水 B 鄰居是誰 風水還是鄰居 請舉牌 好 來 大多數都覺得鄰居比較重要 難怪Eason你一輩子發不了財 風水比較重要 真的耶 對 你看那個祖墳蓋得好 就是子孫都很好 對 愛比 我第一個買房的直覺 就是我進去 先站在房子中央 感受那個房子 讓我覺得舒不舒服 對 因為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在找房子的時候 帶著我女兒 那個她背在前面大概幾個月 然後就跟我姊姊一起去看房子 然後進去那個房子在台北市 一進去沒多久 我姊姊就開始 就是有點像那個 仙姑 對 雞童要上升的那樣 她也是滿靈異的體質 但是我沒有看過她這樣 她就是 一直打嗝 而且是很大聲 然後接著呢 換我女兒開始哭 哭了以後 狂吐 給我吐一聲 吐一地 通通都是喔 當時我就覺得這房子 感覺不舒服 我們就趕快把腿就跑 就想說那算了 這個房子我們不喜歡 所以我覺得第一直覺 就是你要進去 看到光線好不好 所以我買房子 我一定會看 一定要有窗戶 不管大或小 房間至少每一間都要有窗戶 然後如果客廳有大窗戶的話 至少小坪數 不會讓你覺得鬱悶 你只要一個住起來鬱悶 一定就運氣不好 我有一年那時候 女兒還小 媽媽跟我 然後那個朋友開車 她有陽銀山要賣 OK 我講 總要去看看 就一開門 我女兒一下車就 整個腳就跪在地上 然後我媽就看到 我女兒腳跪在地上 她說 不用看 來回 我女兒一下車就雙腳跪地 她覺得這個罩頭不好 對啊 我說不用看 來回 對... 老人家應該更會 我不是因為裡面有神明 對... 不是 因為前坐車太久 我跟妳說 那如果是新的台 你跟他唱 你是頭太 也不行 對 不射住人 對不對 所以那個 雙腳跪下跪 走 對啦... 對於風水這件事 我真的有很深的體悟 因為我覺得 好的風水讓你上天堂 對 壞的風水讓你住套房 對 所以風水沒搞好 現在楊於繪花 那我之前就很常看 詹老師的 電視那個風水的節目 然後我就覺得風水這個很重要 可是有一次就是 因為急得結婚 就買了一間很便宜的房間 然後住居心發現 我們有一面窗 就一面牆 它是兩面窗 它是 然後哭字型的話 就是變成哭 就是兩個窗 就在上面 就表示說 會讓 就是不和睦 會很容易吵架 那時候我們去做生意的 我們的那個 朝向也不是很好 所以生意上 會有很多的小問題 重點是 就是我們感情就變到最後 真的離婚 真的離婚 然後後來就是 因為他還 我老公他還是很愛我 後面我們還是很好的 然後那時候我是跟他說 你真的找到一個 就是地王座 就是座北朝南向 然後風水要很好 歌曲都要很好 然後他真的找到 找到我們就真的複合了 然後感情就變得很好 然後生意就越接越順 而且買了那個地段 你知道嗎 那個地段就是 原本我們買就是 一千多 現在已經長到兩千多萬 就長得快 不到一年的時間 那個房子已經長到快 一千萬就是大概 一千萬左右 這很多 很貴 而且好的風水真的是很 很代表一切 詹老師的風水學 大概歸納幾個原則 開門見側 對 對 對 誰是私密 你大門一打開 如果見到主臥的話呢 不行 不行 私密處外漏就是你家的 八卦啦 家仇啦 老婆爬牆偷吃啦 這種這一類的事情 你剛剛講的口訣嘛 對對對 這詹老師自己創的嘛 對 他自己創的 那正版的說法是這樣子 後有靠 對 前有照 對 OK 左右要有報 對 OK 照中要有泡 對 五千龍右百五 千朱雀後玄武 嗯 哦 你以為我們如何能夠屹立不搖 真的 表面好像說不相信耶 心裡面 還是 對 阿醫生又不中風水 不是 因為我有時候會覺得說 神明遠在天邊 你又看不見他 所以我就覺得 沒有 神明都在你旁邊 其實我會覺得 都在心中住 對 真實地住在你旁邊的那個鄰居 才是每一天的 真人比較重要 對 每一天 每一天實際會接觸的 像我之前還在租房子的時候 我有一次就剛好是租到了 一間那個摩托車店的 的樓上這樣 你知道每一天早上的時候 我就先被他那個 開店的那個聲音吵醒 因為他一大早的時候 就要先把每一台摩托車 就要先遷到那個七樓去放這樣子 就一大堆那個引擎的聲音 後來呢 台灣就開放那個重機以後 他開始有在幫人家修重機 然後你知道那個重機 騎過來給他修了 那個過程當中 我大概200公尺遠 我就聽到那個重機的聲音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是因為受不了那個噪音 後來我就趕快就搬家了 後來我自己在找房子 在要決定要買房子的時候 我真的都會 除了自己看的房子那個 裡面的格局怎麼樣之外 我會去看他的鄰居 有沒有什麼比較特殊的行業 自己是無法接受的 好 選A還是選B的人不正常 看房子哪件事情更重要 A 風水 B 鄰居是誰 我們來聽聽KOL是怎麼說的 選B 選鄰居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常常遇到一些 譬如說在社區廣委會裡面 會有穿那種群組 然後就是A加 抱怨B加或B加 就講一下A加什麼事情 那有的一些鄰居 可能功德性就沒有這麼好 所以你在常常 不管你是買房子 或是住房子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觀察一下 譬如說你的鄰居 有沒有曾經像我之前 住房子的時候 曾經被鄰居的那些 的鞋子 然後可能絆倒之類的 那從他們的鄰居的 這些功德心呢 可以評判你這邊的 住戶的素質怎麼樣 這題我選B 但我正經講 鄰居這種東西是 你有錢 他不賣 他不走 那基本上他就是 沒辦法解決的問題 你能想像在一個 晚上很疲憊回到家之後 還要鄰居在那邊 蹦蹦 啊哈哈之類的 還要看一看 還要打麻將 你知道那個 你想睡眠的時候 心裡真的是 插到爆 那個完全沒有辦法去解決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34%的KOL投給A 風水 而有66%的KOL投票給了B 鄰居是誰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好 大部分人重視鄰居 選A不正常 噴 好 絕對不能找誰做裝潢 A 親戚朋友 B 新的設計師 A或B 請舉牌 Avy跟瑞君選的都是 不能找新的設計師 對 我當時也是 就是聽一個朋友說 有一個年輕人 他的設計就很不錯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年輕人應該思想 會跟我們想要的東西 比較接近 結果後來殊不知呢 裝潢兩年都還沒裝潢好 然後我朋友都在那邊笑說 你家是500坪嗎 因為後來我發現 他根本就不會 他就是這個圖加這個圖 加這個圖就拿給木工 拿給你做 拿給師傅看 他就全部把你覺得 他漂亮的東西放在家裡 我剛剛說我覺得 這裡放這樣不好太急 他說 因為他們要拍了 他們新的設計師 要趕快拍很多東西 漂亮的東西 可以給人家看說 這是我的作品 結果冷氣孔現在壞掉了 沒有辦法修 因為那個冷氣師傅來說 他放在一個很奇怪的位置 你要冷氣孔要上去 根本開 修不到冷氣 然後按摩浴缸也是 按摩浴缸也是開在一個橫邊 你根本現在按摩浴缸壞掉了 沒有辦法修 因為它開在這裡 但是它的主機可能是在這裡 因為我們家浴缸很大 是用吊上來的 所以後來我就發現 就是新的設計師 他根本不知道 住起來是怎麼樣 他只考量我的作品要好看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找那種 真的是老設計師 比較知好 他會幫你量身訂製說 你知道他知道你想要的東西 然後他知道 女生的收納一定要多 然後他知道 要怎麼樣善用空間 而不是為了要拍照很好看 跟人家炫耀說 這是我的商品 像我就比較務實 就是我都喜歡 找那種就是說 真正有做過我朋友 裝潢的人 然後我就可以聽到他們就是說 先不要說 裝潢風格你喜不喜歡 而是說你跟他合作的過程 愉不愉快 然後就是他會不會善後幹嘛的 然後我就會比較放心 因為其實 為什麼怕新的設計師 其實雖然 所有的設計師都需要經驗 可是說真的 因為有的時候 我們不是很懂的時候 那新的設計師來 你知道一些有經驗的人 就是你想要這樣 他馬上就可以想到解決的方法 幫你綜合 而且找到一個比較省錢的方法 那那些東西都是需要 食物的經驗 對 我曾經就是 木工做一面 石木的櫃門牆 然後做完了以後發現 我電視擺哪 好 沒地方放 他說那不好意思 然後就把它打掉 所以這樣子 50萬就沒了 我一個朋友還有 就是這個設計師 那個整個書房 那晚上要冰箱塞不進去的 是不是 最後就是這樣做到亂七八糟 沒有辦法收尾 所以我真的 每天都在哭 我那時候住中和 小孩從幼稚園 已經要上學 在內湖上課 我還兩年了 還沒有辦法搬進去 每天中和內湖這樣送到 裝潢兩年喔 裝潢兩年 到最後不見了 然後我請人來收尾 設計師不見了 設計師不見 因為他最後不知道怎麼收尾 設計師 最後的結局都是不見 對 真的 因為被我埋掉了 妳就算住進去了 然後窗簾有故障 可是當時是他叫我 那個廠商 妳還要很低聲下去跟他拜託 對 我沒有叫妳來修 麻煩妳給我那個窗簾廠商的電話 不見 遺讀不回 對 那到現在也不見了 我到現在我也找不到他 對啊 真的是這樣 郭哥 郭子晴 他講那個設計師 妳是三年 他房子裝潢了五年 第四年的時候 終於把那個設計師 終於找到了 因為他已經消失一段時間了 那設計師來 因為郭哥就插一面牆壁 沒弄好 那個設計師站在牆壁 他站了三十分鐘 郭哥說 他也會模仿客問 我問我 現在是怎麼樣 我在找靈感妳不要吵我 然後說好 我有靈感 我回去畫圖 就回去了 又不見了 你在幹什麼 為什麼設計師 你們這麼愛不見 對啊 我覺得還是要找有口碑 因為他自己要有一個 他自己要有一個 機殿班 工班 對 妳懂我的意思嗎 還是要找這種的 找親戚就不會不見了 親戚有時候 妳很難要求 妳知道嗎 妳那個撕破 妳跟那種不認識的撕破臉 就算了 大家勞心不想往來 親戚妳會變得了 所以不想往來 我一個朋友 他爸爸就是設計師 還找他爸爸 搞到後來你知道嗎 就在我們面前 他怎麼叫他爸 媽 對不對 我真的不應該 認賊作婦 好可憐 好可憐 你這樣用嗎 你這樣用嗎 太誇張了 因為你哥罪不正前 好可憐 可是我是找我們家 我是找舅舅做 可是我們兩家關係非常好 所以從頭到尾都 全部都是用溝通的方式 所以現在有問題 舅舅也會來幫忙 舅舅收了你 比方說五百萬好了 後來又問他一家 你真的要五百萬 你笑死了 給我弄 給我弄 兩百萬我就幫你弄 還更好 你心裡就合他了 你看到你舅舅 就覺得他是一個賊 那我之前的房子 是我婆婆找 她說她有一個長輩 很厲害 募工好幾十年 給她做已經沒問題 因為那時候我們也很忙 然後都是家人幫忙看監工 然後忽然有一次去看 就是發現那個櫃子做歪了 哪一個 我們的天花板跟那個櫃子 是歪的 就整個不正的 然後我就 我們就跟婆婆說 可不可以改一下 然後婆婆說 買 然後就做她顧完 都快完成了 她應該移過來一點 對 要移過來 不知道為什麼會坐到那邊去 因為已經快完工了 你要改 要拆掉要農外筆費用 然後想說那就算了 一直將就 我們要跟你解釋說 現在流行後現代的風格 非對稱 對 追憐不規則 對 所以要很麻煩 你要顧及面子 還是你要自己的舒服 可是畢竟是自己的婆婆 你要做到不對稱 然後又成為藝術 人世間也只有高地 對 對 好 到底選A還是選B的人不正常 絕對不能找誰做裝潢 A 親戚朋友 B 新的設計師 我們來聽聽KOL是怎麼說的 千萬不能找親友幫忙做裝潢 像之前曾經有過就是 可能請就是做鐵工的朋友 就是幫忙做那種桌子 結果他做了報價的時候 就是一萬多 然後就說這真的很便宜囉 真的對你們很好 我還在送你們什麼 送你們什麼 結果後來過了一兩個禮拜 我們就去那個一般的那種鐵桌行買 一樣的桌子 一樣的大小 3000塊 我選A 因為如果在裝潢的時候 他如果價格爆高啊 或者是裝潢的地方沒有那麼滿意的話 其實在KOL上面都會比較 不好的去協調 我覺得越認識越熟悉的人 其實越不好講話 像裝潢這一方面 我還是會覺得 還是要就是盡量找不認識的人 可能在溝通方面會更難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百分之二十的KOL 投給B 新設計師 而有百分之八十的KOL 投票給了A 親戚朋友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好 八成都說不能選親友 對 對 選B的不正常 OK 我們今天因為沒有空講那個家具 對不對 對 買家具也是很重要 因為你 你的家裡的氣氛 最後跟你的壁紙 跟你的窗簾 跟你的油漆 跟你的家具擺設的配置 對 差很多 其實現在有很多的那個 家具的那個配置的公司 OK 他跟各個工廠 在國外的什麼設計的東西 他都熟 所以你可以請他就 你要你保留的東西是什麼 然後其他 其他全部 幫你整個一起配置好 你找一組就好了 你配出來一定都 整間就不差看嘛 你懂的意思嗎 哪有可能 現在的那種軟件 顧問 他就是 美感很強 他這樣看 你這邊放個小雕刻 這邊放一個花瓶這樣 對 那些東西他都有 他應有盡有 可是他的美感就是比你強 對 現在有這種課程可以去上耶 就是軟件不自知 太慢了啦 你找專業就好嗎 謝謝